哈囉我是阿晋 歡迎來到大牙小廚房的開箱日記 今天呢 我們要來開箱的時候 我終於去台北逛了 那阿晋今天要開什麼呢 沒錯阿晋今天要來開的是 日本的 這個即時飯齁 有點貴 一包一百多塊 我們今天要跟各位介紹的飯是這些 好 那我們今天的即時飯有 即時喬禮 即時蝦仁 即時海嘎牙 即時西班牙飯 即時美香飯 即時收龍飯 我們就開始來吃吃吧 調理方法 香脫氧化劑湯汁及調味粉從袋中取出 所以不是加熱水就可以搞定 那我就全部下去加熱15分鐘 再上來一次開始吃 好不好 Let's go 15分鐘到了 我們的盤子也準備好了 OK 那我們就一個一個來試吃吧 好 那我們先照順序來吃吧 我們先來吃這個 西班牙風味飯 來我們倒出來給大家看他的樣子 哇 哇 這個說是餐廳等級的我也會信欸 這個擺盆擺好 拿出去給朋友看 有誰會覺得他會是這種即時飯包 外觀過關了 他吃起來的口感怎麼樣呢 我們來試試看 吃起來就是 比較好吃的均良 他吃下去的口感有點像是 蒸的那種燉飯 米心不會到很透 有點微硬 然後 他裡面也都是有料嘛 我們剛剛有吃到 我剛剛有吃到一個小蝦子 大家看一下鏡的畫面 有沒有 他這裡有這個小蝦子 跟這個甜椒 口感上還不錯 他們吃到的時候會有一個很 很濃的蝦味跟甜椒味 來浮煮這個飯 整體上來說我講真的 你在一個 風雨嬌加了夜晚 能吃到一個這樣子的東西 我覺得是挺好吃的 先不計較這個價錢的話 單論味道跟方便性 八分啊 新來燉飯 滿好吃的 我們換下一個 再來是我們的 喔 這個有調味粉包的 即時蝦仁飯 倒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哇蝦仁飯的味道就不太好聞了耶 光看它的顏色還算不錯 整體上外觀都是過的 但 它有一個很濃的奶粉味 然後它裡面的料就是這種 小碎紅蘿蔔跟一些 乾燥蝦兒跟玉米 來為大家試吃一下齁 喔 認真的嗎 它的味道 超級重 味道很足夠 剛那碗的飯的味道可能就偏淡 這個味道 哇 一個 鮮度 不胖起 然後你會吃到一點點 蝦子的那個味道 我覺得還算挺不錯的 就以一個即時飯的感覺來說的話 嗯 就四十句話 所以我會給它7分吧 原本會給它8分的 為什麼會只給7分呢 因為它太鹹了 下一道 用這個 齁我最不期待的 海帶牙飯 欸海帶牙飯應該要比別人還要便宜吧 它就只有海帶牙耶 它海帶牙給蠻多的 各位看一下這海帶牙齁 這真的就是純粹的很多很多海帶牙 跟剛剛的飯比起來呢 它比較沒有那麼多的 欸 就是 海帶牙 海帶牙飯 海帶牙飯 完蛋了我今天一直在打自己的臉 我剛剛一直覺得齁 這個海帶牙飯 會很雷 嘿 就沒有 它這個海帶的鹹度 這個海帶的口感 它吃起來就是一款 清淡的這個飯糰 濕潤度跟口味度的程度剛剛好 整個來說我覺得 哇 它這個清爽感 吃起來 如果你家裡有個什麼 蛋啊 煎個蛋啊 放在上面直接這樣子吃 哇 還在牙飯 八分 好 接下來是我最期待的 鬆龍飯 欸鬆龍飯真的是 很讚啊 我就是香菇控啊 我超愛吃香菇啊 好 給各位看一下這個鬆龍飯 感覺整體上來說 你如果沒有仔細看的話 不會看得出來它是即時的飯 然後你看這個鬆龍 半夜在看這個片裡 肚子肯定 很酷吧 來 試試看 鬆龍飯 這個鬆龍飯的味道 老實講 我最期待它 但它也卻最讓我失望 它口味是只有沾那麼一丁點 然後 跟那個海帶牙飯比起來 還是比較好 我在螢幕裡面看得見你的失望 沒錯 就是這樣 我被整個失望給包圍 然後它有一點點這個 醬油的味道 可是它完全沒有那個 香菇應該有的味道 它這個 是所有的這個 調理包裡面 最失敗的一款飯 它只能有 5.5分 連及格都不到 太慘了啦 超級難吃 真的不行 下一款 即食咖哩飯 即食咖哩飯 咖哩飯應該 會蠻厲害的吧 我對日本的咖哩 喔 很厲害耶 好 可是大家看一下這個咖哩飯的感覺 挺不錯的 那我們來看它的口味 因為它裡面沒有其他的配料 可以讓我挖出來給大家看 所以 我們就吃吃看 我忘了跟各位說 它這個每一包的這個飯啊 口味啊 都差不多 所以我第一包的時候有點沒泡 但是其他的都 蠻軟爛的 但是吃起來也可以知道這個是那個 幾尺米的那個感覺啦 那這一碗 這一碗咖哩飯 我個人覺得是蠻好吃的 但是當然是比不上那個 便利商店微波出來那種感覺啊 就是那種粉泡咖哩的感覺 那吃起來呢 我覺得鹹度跟口味剛剛好 有點甜鹹的咖哩香氣 挺不賴的 但呢 可是我對咖哩也要求嚴格啦 所以這一步大概給個 7分 OK 下一道下一道 最後一道啦 最後一道呢 我們來吃這個 即時梅干飯 我沒有吃過梅子飯 所以我們來試試看這個梅子飯 感覺怎麼樣唄 有一個柴魚的味道 我蠻喜歡的 我真的蠻喜歡的 我蠻喜歡柴魚的 那它也跟其他的飯一樣 沒什麼太多的配料 味道很香 我們來試試看 哇 我的天 它這個是梅子的那個酸度 那個 很淡很淡很淡的這個酸 搭配上它這個清爽的梅香 還有那個海帶的鹹度 它裡面有一些碎海帶 跟這個飯結合在一起 非常的爽口 非常的好吃耶 這碗真的相當的棒 我自己還挺喜歡的 我會給這碗梅子飯 8.5分 挺不賴的 好 那現在就是呢 把這些飯通通拿出來 然後請其他人來 稍微快速的講評試試一下 好 我們今天來讓我們 忽宅示範 日本的菌糧 這個是便利商店的那個飯吧 可是看起來比較好像有點少 很像菌糧你知道嗎 為什麼我會說它是日本菌糧 它這一包裡面 它可以放到2026米 而且它打開加熱水 直接挖起來吃 這個我知道啊 這個就是我們登山的時候常吃的啊 真的假的 我那個雪洋去日本的時候 都會帶一堆這個回來 他說日本的這個特別好吃 台灣有夠難吃的 對 所以你今天可以帶來試看 會不會讓你登山的感覺 對耶我沒有吃過耶 好 那我就 請隨意 這看起來有點辣啊 沒有這是甜椒 甜椒嗎 甜椒姜黃 還滿順口的 你猜得說這是什麼口味 我服你 甜椒姜黃飯 沒有這種東西啊 我不知道 西班牙燉飯 西班牙燉飯 喔西班牙燉飯啊 完全不像耶 好味道其實是滿順口的 真的是滿順口的 就是快速補充營養 吃得開心 還不錯 感覺跟菌糧像不像 我覺得比菌糧好吃 所以是菌糧跟榜連 所以日本的菌糧是不是很期待 對耶 我去找找看有沒有找到日本菌糧吃吃 如果觀眾有的話 可以視訊我們 來再來 右邊這個 我必須講它每一個東西的口味啊 都做得很有差異性 這是我覺得它滿厲害的地方 起司海鮮燉飯 接近了 它是蝦仁 可是它怎麼有起司的味道 牛奶味吧 喔奶味 奶味超重 你像沒有蝦子你吃吃看 嗯 嗯 非常熟悉的口味 很像那個啊 哪一顆沒泡開 對 但是還不辣 還不辣 來 炸一半 沒錯答對了 答對了 這個答不對我也沒辦法 但是 但是我覺得日本的咖哩 真的滿厲害耶 欸我覺得 目前吃的這三個都很順口耶 就是你在外學上說 日本的那個江山食物真的比較好吃 哈哈 剛好在唐吉克的可以買 解一下在異國的贏 然後這個是我全天難吃的 這個好素喔 你知道它是什麼嗎 它是松茸飯 它可以做到我很期待 沒有菇味 什麼都沒有鹹度很普通 是松茸的 對沒有松茸味 我超失望的 我吃一口 五分 這個就有點像是 那種 素乳飯 然後 泡很久的 泡爛了之後 然後整個是沒有鹹味的那種版本 然後接下來這兩款我自己蠻意外的 他們是最素的兩個飯 但是確實我覺得是蠻好吃的 這什麼 穿穿黏黏的 很奇妙 然後我看到裡面有一點不拉起 那你知道是什麼嗎 小魚乾飯 這是梅乾飯 梅乾 那怪怪 應該說你吃不習慣 這是我覺得這所有飯裡面最好吃的一款 你的口味跟我原來差這麼多嗎 因為它就是一碗海帶牙飯 綜合戰力上來說 這個東西 隨便拿一個東西來搭 它都很好吃 確實是啦 這個東西它是最 完美的素質 清淡 然後其他的這些 除了這一盤之外 都是 鹹鹹的香香的飯 沒錯 其他這些其實吃起來都差不多 都還蠻順口的 然後這個確實是 蠻特別的 但是我不認為那是好吃 它就是不同的兩個 那你自己覺得你選出一個最喜歡的 就是這個 蝦仁飯 其實我覺得蝦仁飯是挺不錯的 蝦仁飯應該是最好的 蝦仁飯應該是最好的 因為蝦仁飯是所有裡面 唯一還有在加這個調味粉包的 剩下都沒有 蝦仁飯最高的 喜歡怪的最愛 好 我們再次 在台灣的湯姬 柯德齁 傑傑飲啊 買了這些飯給大家試吃喝喝看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湯姆喝看一看 我覺得還不錯 但是 價格有點偏貴大家可以考慮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OK 那今天影片到這邊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記得按讚 如果不妨點一下我不妨聽在 那不要忘了訂閱蝦仁 大家公司洗他的火飯盆喔 OK 那我是阿靜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